词曲 李宗盛 首先来画第一个丸子头的 先用一个灰棕色的眼影 来打造鼻影的轮廓 尽量把鼻子修的窄窄的 小小的 然后是眉毛 眉毛的话用的一个灰棕色 就接近你眉毛本身的颜色 然后把眉峰记得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是眼影 先用一个棕色来做大范围的加深 再一个深棕色加一点棕色 加强眼尾 然后我们把 下眼睛的卧蚕的地方 再加强一下 就这个状态的话卧蚕还蛮重要的 嗯 这次加强眼尾 让眼睛有一个层次 好 然后是眼线 眼线的话就 贴近睫毛根部画 然后眼尾稍稍往上扬 再贴一个比较自然款的假睫毛 让眼睛放大一圈 然后我们再贴一个 双眼皮贴 再用一个白珠光提亮我们的眼头 以及卧蚕高峰的地方 这里是用遮瑕 把我们的内眼睛稍微修饰一下 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干净 然后是脸颊的修容 就按照我指的那个方向 大面积的扫 然后戴到下巴 然后是口红 口红的话我就先用一个 姨妈色 对打一个底 然后再叠了一层黑色 日常的话大家可以把唇色 换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最后用高光 把我们的人中 以及其他的T字区 体谈一下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的 然后是第二个妆容 第二个妆容的话就很酷 首先用一个眉胶 把我们的眉毛给立起来 这样的话看起来就比较的中性眉 然后用一个深卡琴色 把我们的眉毛就比较空气的地方 给稍微填一下 看起来比较自然 而是眼影 眼影的话用一个黑色 我们把这个型一定要给确定好 就是你的最高点 跟你的眼尾 是差不多平的 不是特别飞 就是看起来比较宽 然后下一剪的话 就留一点点 不要太靠近你的眼睛 那样子的话看起来眼睛会比较大 然后用一个偏光的一个 墨绿色吧 就偏光墨绿色 然后叠在我们眼球中间的部分 这样的话你眼妆看起来就超级好看 然后用一个金色 来提亮我们的眼角 涂一点睫毛膏 接下来又是修容 修容的话就按照我刚刚那个方法 就大面积的把我们的脸部轮廓给修饰一下 口红的话是用的一个土色 我是薄薄的盖了一层 就把唇峰就以及我的唇形修饰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叠了一层透明的唇蜜 然后再用一个黑色的油彩 把脸上的图案再加强一下 就这种感觉还要更时尚一些 好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的呀 同时就给它两个妆容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转发点赞收藏 还有疯狂的弹幕 谢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